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述了麦成欢原本和男友新家亮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却因新家优渥的家境和麦母对女儿终身大事的过度插手 而让两人的感情关系逐渐变得失衡 后新家突遭变故 两人不得不暂缓婚事 两人的感情最后也无疾而终 感情上的失忆让麦成欢决定把精力都放在工作上 没想到突然接到继组母的电话 得知继组母决定把当年从麦成欢祖父那里继承来的酒店交还给麦家 而继组母的亲孙也是现任酒店的经理姚志明 不但对此没有任何意义 还在酒店经营上愿意以麦成欢全力合作 为了不辜负祖父留下来的产业 麦成欢于是虚心仙姚志明学习经商之道 两人携手并进 感情也逐渐升温 在历经起起落落 酒店逐渐不如正轨 仍然也从工作上的伙伴变成了生活中的爱旅 该剧将于4月19日在央视八套和腾讯首播 今天的他们 这部剧是一部女性励志群像剧 由宋毅 奢士曼 李纯连线主演 以及张国立等老戏谷连昧主演 故事的设定是以三个新时代职业女性为切入点 通过美食传承向观众传达永不言败的人生态度 讲述了来自成都的陆珍珍和顾曼婷 虽是好闺蜜 但却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陆珍珍远赴北京在一家酒店工作 当起了北漂一族 而性格火辣的顾曼婷选择留守成都老家 协助父亲打点一手创建的四川老字号饭店川白楼 原本在各自生活轨道平稳前行了十年的两人 却一次餐饮界收购而重聚 投资界女强人梁清然被总公司派去收购老字号川白楼 毫无意外遭到了拒绝 于是做事向来讲求快狠准的梁清然 在北京挖角了陆珍珍的未婚夫到成都 由她操还的餐饮店在成都快速崛起 对川白楼造成了巨大打击 而另一边陆珍珍因酒店裁员没了工作回到了家乡 同样身处低谷的顾曼婷和陆珍珍决定携手 守住川白楼 那么两个好闺蜜与投资界女霸总 是如何从事不两立到比肩而立的商业和伙伴呢 该剧定档3月29日在浙江卫视和腾讯首播 西花纸 这部剧是由胡一天张静怡领先主演 胡馨儿特邀主演 改编自空流的同名小说 原著是一部宅斗文还融合了权谋与商斗 讲述了一段世家千金推变成一代金国英雄的励志故事 出身名门的花指藏桌15年 原本以为可以这样做一个合格的世家千金 安稳过完一生 奈何人算不如天算 花家一息获罪 男丁全部被流放 只留下了手无腹肌之力的女眷 为了撑起这个大厦已清 风雨飘摇的家 花指不得不展露锋芒 抛头露脸是常态 甚至不惜背着棺材与绝户相逼 花指不但做好了与家族反目的系列建设 更做好了孤独终老的准备 直到遇见了拥有多重身份的七宿司首领顾雁熙 让花指发现原来在这个世界自己有一个肩膀可以依靠 在顾雁熙的协助下 花指开了一间指名楼 并暗中在京城运作似乎被流放编冠的家人重回故里 然而却发现了朝堂之中越来越多的秘密 那么陷害花家的幕后黑手到底在酝酿着怎样的阴谋 该剧将于4月2日在优酷首播 哈尔滨1944 这部剧说秦浩、杨幂、林仙主演以及众戏谷的加盟 这也是杨幂首度挑战出演反派 还蛮有新鲜感的 故事上是以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 维满洲国时期为背景 讲述了共产党情报员宋卓文 凭借过人的胆色和沉稳的作风 成功潜入到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作卧底 虽宋卓文屡屡立功 还意外被特务科科长官雪误认为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奈何官雪生兴多疑 在几次行动失败后 官雪认定必有内鬼 于是开始暗中调查 宋卓文利用特务科内复杂的人际关系成功摆脱嫌疑 非救出被秘密关押的地下党员 宋卓文利用自己熟知工作流程的优势顺藤摸瓜 在几经周折后 宋卓文在取得官雪和日本高官的信任后 终于成功拿到敌军守备处寻防路线图 救出被关押的地下党员 该剧最快将于4月19日 在东方卫视、北京卫视和爱奇艺首播 春色即情人 这部剧是由李宪、周宇童领先主演的 改编自舍墓斯的小说《情人》 故事上聚焦影视剧中较为罕见的殡葬行业 通过松弛治愈的市井烟火 都唯独展现世俗眼光中对天堂以路人工作的误解与偏见 以男女主双向救赎的爱情为视角 带领观众领略冷门职业背后的温度与力量 享受了外表桀骜但却内心孤独的陈迈东 在历经了一系列生活变故后 选择成为了一名遗体整容师 女主庄杰虽因车祸而造成身体上有残疾 但却依旧坚强乐观 为了追逐更好的自己 努力考到上海 毕业后通过爽朗的个性和肯吃苦的干劲 历经十年的打拼 成为了一名业绩斐然的医疗销售女精英 一次回乡的路上偶遇了老同学陈迈东 许久未联络的两人开始慢慢有了交集 两人也从最初的拉扯到相互尊重与理解 用爱治愈了彼此的不完美 该倾向于4月9日在腾讯首播 生活在别处的我 这部剧是由钟楚希 刘学义临线主演 林宇深特邀主演 翻拍自台剧图谜 设定上还蛮新颖的 与女主下果的两种不同抉择 来展现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 不同以往电视剧只拍一种结局 这部剧在剧情上 采用了双线平行的叙事方式 同时展现女主 在两个抉择之后的生命历程 也就是说 如果女主当时选择了A 那么接下来会有怎样的人生 若是当初选择了B 那么接下来的人生又会是什么样子 可以说非常的特别 讲说了下果原本在乐山 和男友遇见 或者平凡而普通的生活 缺一次难得的工作机会 让下果迎来了人生的重大抉择 继续留在家乡乐山 和男友结婚生子 还是抓住到上海工作的机会 追求更加辉煌的职业生涯 第一种人生的下果 是结婚生子 放弃事业后的一地鸡毛 第二种人生虽表面光鲜亮丽 但面临的是男友的背叛 和职场上永无停止的勾心斗角 人生总要取舍 若是你又会如何抉择呢 该剧将于4月26日在腾讯首播 爱情有烟火 这部剧收谭间4 王楚然临先主演的 改变4红酒的小说 我们住在一起 讲述了千盛集团董事长之子 李亦菲 因母亲的早逝而误会父亲 故不愿承认自己的少爷身份 一切从零做起 以出色的业绩成为了投行界 最年轻的宝贷 因受父母婚姻的影响 李亦菲在感情上 总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因不愿住在家里 故因差养错 成为了前妃的房客 前妃本是一个投行女精英 还与男友贷款买了婚房 没想到竟在结婚前夕 被男友劈腿分手 为缓解房贷压力 只好出租房间 起初李亦菲觉得前妃 过于精打细算 而前妃觉得李亦菲 租房竟害一副少爷脾气 人生轨迹不同的两人 在季妃狗跳的合作日常中 逐渐被对方治愈 前妃看到了李亦菲 傲娇面具下真诚的内心 而李亦菲也明白了前妃 精打细算背后的不义和坚强 该剧将于4月底或5月 在腾讯上线 另外湖南卫视 4月街党与奉行的剧 会在群星闪耀时 和你比星光美丽当中 选其中一部播出 具体先播出哪部 要看平台最后的排播 之前因档期排播调整的 《狐妖小红娘月红篇》 推至6月上线 记得订阅我们 获得更多新剧开播消息哦